我們接著來講景區的離子複齒 好 從這個圖當中各位可以看到 景區的離子複齒要怎麼做呢 首先 當然會不會要先經過清洗 不然再有任何花裡頭會擋住你的離子複齒 清洗完之後呢 會成長一層 遮燒氧化層 遮燒氧化層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在離子複齒這個章姐有介紹過 離子複齒我們希望可以控制它的濃度跟深度 但是會發生一個效應叫做Channel Eiffel 通道效應 通道效應是因為你要打的材料是一個 經格排列非常好的單晶材料 那使得在離子複齒過去的時候呢 一旦剛好它有一個口洞 你的經格排列原子排序中 剛才有離子複齒的離子呢 沒有撞到你的原子 而是直接Channel Eiffel 加上去的話 你就會在原件 基本比較深的地方呢 會找到Channel Eiffel 的因素進來 所以為了要防止Channel Eiffel 在離子複齒中介紹過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斜漆路角 斜漆路角確保它一定會撞到原子 而不會產生通道效應 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呢 離子複齒之前 長一個遮罩氧化層 成長一個薄氧化層 因為氧化層是飛驚狀態 它是飛驚的 飛驚的狀態它規則排列 所以離子不只轟擊的時候呢 一定會被轟到變成Random方向再行進 就比較不容易產生Channel Eiffel 在離子複齒那邊有介紹過 所以這裡長一個遮罩氧化層呢 它可以防止通道效應 還有另外第二個效應是什麼呢 長遮罩氧化層還有一個好處是 如果你今天露出來是螺金表面 細表面直接露出來打離子不只 打的過程中呢 表面會被瘋爛掉 表面的細原子會被打爛 表面也會被打爛 就算後來熱退我回來呢 表面的高低落差 原子在加熱的時候會重新排列 那重新排列它會回到它自己的位置嗎 不見得啊 它哪裡方便排就排哪裡 所以表面可能會變得比較粗糙一點 離子不只打完後的表面會比較粗糙 所以你用長氧 你用一個遮罩氧化層的話 可以確保這個表面還是比較平淡一點 確保這個表面平淡一點 所以它這有兩種功用 在細字上有兩種功用 所以呢在打離子不只之前呢 通常都會承擔一個薄氧化層 再讓離子不只可以讓細表面比較平淡一點 也可以防止通道效應 那所以呢 長氧化層之後呢 經常要開光罩 只打離鄉大的地方 比如說我要做P-MOSFET 我只要在做P-MOSFET的地方打離子不只就好 其他地方不要難 所以需要有光罩打離子不只 離子不只打完之後就可以把光署給剝除 然後呢要活化它 要熱退火跟擴散 熱退火擴散完之後呢 然後再把這個遮罩給化成 十顆量 用完了 用過幾丟 所以就可以把火掉了 所以你看到這裡又要再一次熱氧化 一般而言 在早期的電競品呢 你只要做一個位置就好 因為如果今天買來的機板是N型半導體的話 你P型MOSFET就不需要做位置 你只要做NMOSFET需要P位置就好 那如果你買來的是P型半導體 它本來就可以做NMOSFET 那做P型MOSFET的地方 就要打NMOSFET就好 這是早期做個位置的做法 但是CMOS智能技術非常強調什麼呢 NMOSFET跟P型MOSFET的 原件特性要對稱 都很追求原件特性要對稱 然後呢 一般買來的C機板的濃度都比較淡 都比較淡 所以一旦形成位置之後呢 這位置的濃度當然會比機板的濃度高得多 因為才能確保這裡完全都形成NMOSFET 如果這裡是10的15次方 你這裡打NMOSFET 打NMOSFET 又打10的15次方 根據原件物理 這叫Compensating 生命長大的 你打出來之後可能是 就變成Intrinsic 你一定要比它濃至少好幾倍以上 才可以確保這裡是一個反派的NMOSFET 所以兩邊的濃度會垂塵 所以後來呢 就乾脆說 我反正我錢都花了做Wale 雖然我買的是T型機板 我做NMOSFET 配不需要打Wale 但為了要跟NMOSFET 這邊的Wale濃度呢 兩邊對稱 所以後來就開始發展出 TwinWale 兩個Wale的整理學 為了讓NMOSFET 原件對稱 所以後來就走到了雙頸 就是兩個Wale都做 最後就走到兩個Wale都做 早期是只做SingleWale 但是後來對於原件 原件特性 對稱性越來越要求 就變成兩個都做Wale 只要厚實活命 而且這兩個濃度 就可以獨立 就可以穩穩的 控制兩邊的濃度對稱 而且如果你使用單Wale 你就會有很大的缺點是什麼呢 如果使用單Wale製程 買來的T型半導體 那就代表什麼呢 我這裡NMOSFET 做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 而獨立控制這裡的背景濃度啊 那也就是說 你採買來的T型半導體 你這裡的背景濃度 就會受限於你買來的時候 半導體是什麼濃度 我會被它限制住 可是如果你是用的 你一直不只做出Wale的話 那這裡的背景濃度 就完全可以獨立控制 你可以額外使用濃度來控制 所以現在都使用的是T型半導體 兩個Wale都做 兩個Wale都做 那兩個Wale都做呢 那兩個Wale都做呢 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叫做自對準雙緊 不要理它 因為沒有這樣在做 沒有這樣在做 一般都直接用離子複製就可以了 不需要這種 還要在那個什麼兩刮變動 再講這樣子吧 我在做而已 沒有在這樣做 直接就是用使用 兩道光照 NWale需要NWale光照 PWale需要PWale光照 就這樣 比如說這 最後 最後就是這兩個Wale 我同時要做NWale 我也同時要做到PWale 怎麼做 要打NWale的時候呢 黃光就只開NWale的地方 就這裡 只有這裡透光 有透光的地方 在正光組的情況下 這裡的光組就會被溶解掉 透光的話光組被溶解掉 打離子複製就只會打在透光的地方 因為光組就沒有了 所以離子複打在一起 這裡就會形成一個Wale 那接著呢 再開另外一個光照 把中間這一塊打下來 剛剛你打NWale了 用光組擋住了 接著再開一道光照 PWale打一打 也打PWale把它打進去 所以離子複製 把PWale打進來 Wale都打完之後呢 再 退波擴散 直接再退波擴散 直接再退波擴散 就好 然後在這裡呢 他做了兩件事情 你看 他這個地方呢 你會看到他怎樣呢 他做了一次 掌眼化成之後 他清洗完之後呢 光照完 離子複製 離子複製打完之後 他這裡就做熱水波擴散了 實際上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這裡做熱水波擴散 然後開始要做PWale PWale打完之後再做一次熱水波擴散 當然 他等於是被加熱兩次了 他會擴散兩次了 他會擴散兩次了 一般就是打完 要是打完P 再一次熱水波 你分別熱水波 深度會不一樣 擴散不一樣 還有 你會多花一道的錢 你只會想要坑廠商 你跟他講 我幫你多做一道熱水波 錢啊 這樣子 所以一般 一般會 為了打完才做一次退火 不會每做一次就熱退火一次 晶圓不是你想加熱 你就可以隨意加熱 就像炒菜一樣 熱熱 菜只不斷的熱熱熱 最後可能會這樣 可能會變質 可能稍微大 Web怕什麼 這種 這種退火 離子複製的退火 基本上都高達千度 至少900度C以上 到1000度 1050度C 很長就到1050度C 上千度的熱退火 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晶圓熱脹的縮之後 他會彎曲 會變形 Web會Bending Web只要一Bending 自動對準機台就會對準 這片就廢掉了 所以熱退火不要亂做 你熱退火 肆無忌憚的做下去 一旦這片晶圓熱脹的 像說最後呢 最後整個Webending 最後整個Webending 這片晶圓就爆飛了 就爆飛了 所以加熱製程 越少越好 加熱製程 越少越好 所以基本上會 NP會有工作完之後 再一次熱退火 馬上退火結束 所以整個會有呢 基本上小差一點 所以通常也會把會有的LOOK 拿去跟ISOLATION ROOK合併 因為會有沒什麼技術啊 會有就是怎樣 開黃瓜 離子不值 他沒有牽扯到任何的 薄末的成績跟石刻 會有的製造 完全不需要有 薄末成績跟石刻 唯一會有的是怎麼呢 離子不值 就是要壓化一個薄的 兩化層 只要壓化這樣就夠了 所以這一段是小差一點 通常不會出什麼問題 通常會出問題的都是在圖案化 就是有圖案的時候 有石刻的時候 會出問題 好 所以當會有形成之後呢 接著 理論上 離子不值不值是會有 通常在打完會有因本之後呢 還要再打一個因本 叫做 隨修Voltage的因本 控制NP的隨修Voltage 基本上會有打到 還會打隨修Voltage 剛才講過 TWale是NP要打一個PWale PWale打完之後呢 目前基本上還會再打一個淺的 隨修Voltage 控制ERMOSCREME INMOSCREME的随修VOLTAGE 因為随修VOLTAGE跟通道的濃度相關 随修VOLTAGE跟BOLS電容的通道濃度相關 那為了要控制好随修VOLTAGE 會需要一個随修VOLTAGE INPRAN 一個基本的邏輯電路 或者是現在講的SICS ON CHIMP 我們通常會需要不同随修VOLTAGE的電源 從原件物理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就講最簡單的 随修VOLTAGE越小 驅動電流會越大 在同樣的電壓下電流會越大 但是在關閉時候的漏電流越大 所以通常iPerformance的原件呢 會朝向VT小一點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省電 你要是LOW POWER的原件 你希望在待機的狀態下領付的時候 漏電流要低的話你的VT就要大一點 但VT大一點的話 暗暗會小一點 所以一般整個電路上面 我們的原件會是有很多種 不同随修VOLTAGE的電力 來去製作一個完整的電路 所以一片晶圓上面 同樣是MOSPLAY 它可能就會有不同功能的需求 尺寸還是其次喔 我們就講先不管尺寸 光是講需求 各位現在喔 買來的一些系統晶片呢 裡面可能同時就會有顯示卡功能 可能上面就會有音效卡功能 上面可能還有CPU的功能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機器都要同做這些 甚至還有接孔的地方 還有Input Output的功能 那整個晶片裡面就會需要有 在Input Output的地方會需要有Io元件 Io元件它的VT 它的Gate Asset的要求會不一樣 那CPU的地方 Code Device 它的速度要求跟Asset要求不一樣 甚至它們的驅動電壓都不一樣 現在一個系統晶片 一個系統晶片裡面會分很多個區塊 我們稱之為Rock 很多個不同的小電路的Rock 而不同的小電路它的驅動電壓可能不一樣 驅動電壓不一樣 它對速度要求 運算速度要求也不一樣 所以它的操作電壓會改變 那就會導致什麼呢 不同區塊的電路 它電晶體的隨修波體要求不同 Gate Asset的厚度要求也不同 更不要講尺寸的要求 你絕對會不一樣 絕對會不一樣 所以現在的CMOS製作 不是單純只做出一種N一種E 而是希望有不同隨修波體的N 有不同隨修波體的E 甚至還需要有什麼呢 不同Gate Asset 所以我們通常會有 MART的隨修波體 跟MART的Gate Asset 會多重隨修波體跟多重的Gate Asset 有人便定期需要後把整日期消耗 有人便定期需要隨修波體高一點 有人便需要隨修波體 簡單來講CP 比較講Core Device Core Device的隨修波體最多 我看到有特務可以用到五種隨修波體 分別就是所謂的 Rigular的隨修波體 當然有Rigular有HIGH就會有什麼呢 有Low隨修波體 跟什麼呢 R2Low隨修波體 所以常常很多 在IU掠塞的 的研究裡面 會看到 VT 你會看到同樣的 就會有分別不同的隨修波體 會有不同隨修波體的設計 在小時尺的情況下會有很多不同的隨修波體 不同的隨修波體 它們的Universal Curve就會不一樣 所謂Universal Curve 就是Ion 跟Ioff 這個是Linian Scale 這個是Lock Scale 就會出現到 Ion大的都變高了 這個通常都是High Performance 這個通常都是比較Low VT Low VT的Ion高 OF也高 比較下面的呢 Ion比較小 因為OF Color也比較小 會通常都是High VT 的硬件 會看到很多曲線 High VT R VT Low VT 同一個尺寸下 也會需要有很多不同的隨修波體 所以 隨修波體的Input什麼時候打 通常在做衛有的時候 衛有做完的時候就可以打 衛有做完就可以打 大家要記得 每一道黃光 都是成本 做光道要顯 護光也要顯 上光組都要顯 所以能夠合併 同道步驟 就做完 通常就會合併在一起 所以通常會有 開完衛有黃光 打完衛有精神 有人就會甚至直接連隨修波體 一起打他 但是衛有時候需要擴散比較深 但隨修波體的Input通常比較擴散 不深的話 那你就只好分開打 就要看需求 就要看需求 有些步驟能合併 有些步驟沒辦法合併 由誰決定 電性決定 電特性決定 因為最後客戶要求的是電特性 他管理裡面幹嘛 對他來講他只拿來用而已 好 所以 這個Isolation Loop Wave Loop 全部做完之後呢 蓋堡子的地已經蒸好了 接著要看蓋堡子了 看要做什麼呢 雜集堆疊結構 所謂的雜集堆疊結構 所謂的雜集堆疊結構 就是Gay Asan跟Gate 這樣子直接堆疊的兩層浮墨 就稱之為雜集堆疊結構 所以呢 傳統的雜集堆疊結構呢 Gay Asan使用的是熱的二氧化系 那這時候呢 會 為什麼突然講到我提取雜集 不要把他直接折疊 好 對 當整個WaveO Isolation都做完了 WaveO形成的Isolation做完了之後呢 開始要做雜集堆疊結構的話 就需要長 氧化層 然後呢 層積多精細雜集 然後10顆多精細雜集之後 接著開始離子不直 而這個離子不直呢 SoftDrain的區域不需要人外用光光定義 因為它有Gate來定義 被Gate擋到的地方就會被離子不直到 沒有被Gate擋到的地方就會被打到離子不直 那這種叫做自我對準的SoftDrain Self and Line的SoftDrain 也就是說 SoftDrain在哪裡 由Gate的形狀所決定 Gate在的地方 沒有就不會被打暗示 沒有被Gate遮到的地方 就會形成SoftDrain 所以SoftDrain的位置 在Gate不是打的時候 SoftDrain的位置不是有光光定義的 不是有光照定義的 是有雜集結構定義的 所以這個就稱之為自我對準 也就代表什麼呢 你不需要有光光 它的位置不是黃光 它的位置不是用光阻決定的 SoftDrain的位置不是用光阻或光照來決定 它是由下面的結構來所決定的 這就稱之為自我對準 不需要人家幫你對準 不需要機台幫你對準 直接Gate的結構就可以對準 所謂的SoftDrain 但是打力子不止還是需要黃光 為什麼 因為N型MOSFARE要打的是N-Type P型MOSFARE要打的是P-Type 所以通常還是需要一個很大的光照 是我要做N型Input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用光阻 把所有的PMOSFARE遮住 這樣N-Type 所謂打在N-Type P-Type 所以打力子不止 基本上都需要太黃光 很少會出現那種Global 不需要黃光 就可以完全打你本了 很少幾乎沒有 所有在打力子不止 都需要差異化對待 為什麼 因為上面同時有很多種不同的電梯體 而且它有N有P 而N跟P-Type 要打的Type就不一樣 所以雖然SoftDrain 不需要有黃光定義 但是NMOSFARE跟PMOSFARE的地區 還是要用黃光去定義 所以在打N型MOSFARE的SoftDrain的時候 就需要開黃光 上空組 把PMOSFARE的地方遮住 然後讓Input 打在N型MOSFARE上面 那離子不止 之前介紹過 後來又發展出 不是直接打NPLUS 不是直接打NPLUS的Input 它會分兩步驟 它會先打所謂的D3 打LVD 前面講過 LVD的負面 是為了要降低電場 降低電場分量呢 可以降低熱載子效應 降低熱載子效應 它是為了可靠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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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變得很濃的時候呢 因為圓圈越多越小 短空道效應越來越強 導致什麼呢 導致WELL的濃度也會提升 或水中滑雪的濃度提升 它會導致SoftDrain的地方 跟Channel的地方 會形成一個很強的PN junction 就是很濃的PN junction 很濃的PN junction 很濃的PN junction 就會導致什麼呢 PN junction 電場變得很強 電場變得很強的情況下呢 在原件在操作的時候呢 橫向電場變得很強的情況下 電子的加速度會變大 電子的速度會變大 電子的動能會變大 電子的動能會變大 所以電子的動能變大 它就很容易產生 impact organization 撞擊動架鍵的電子 打斷動架鍵 就會破壞新極格 它就會破壞動架鍵 破壞新極格 到最後所回原件 所以為了降低這個橫向電場 就必須要降低PN junction中的 參加濃度 所以就要發展出 把 soul drain 靠近channel地方的soul drain濃度 調彈 那調彈的這一個區域呢 就稱之為 likely docked的soul drain 稱之為LTE likely docked的soul drain 那重點主要是在drain 只是因為hostplay是對陣性結構 通常一打就是soul drain都會打 但是重點是在drain 因為impact organization 這種 後撞游離現象 主要是發生在drain 因為電子在移動的時候 到drain的地方 mostplay主要會操作在saturation region 在電子學的時候各位學過 mostplay在方大器使用在電路上 都是操作在saturation region 所謂saturation region 就是靠近drain的通道會pulture pulture的情況下呢 在圈端就會有一個很強的很強電場 所以為了它的很強電場降低 就會靠近圈端的參長濃度調降 調降讓pn章選濃度調降之後 它的電場就會調降 就可以比較抑制熱電子效應 可以降低這個漏電流 好 改善很高度的特性 那要做LTE的話呢 就是這樣 LTE的行程 就必須要用到我們在CTT製程 講到的側面空間層 simal-spacer 原本n-class直接在gate旁邊 就要操n-class 但是就是怕太濃了 怕跟通道這個界面處的n太濃 所以故意怎樣呢 在n-class在靠近通道的地方呢 用一個n-來代替 所以變成gate時刻完之後呢 先把n- 把比較淡的n 那這裡的pn章選濃度就會變淡 那它的電場就會下降 可靠度就會變好 然後呢 再用simal-spacer 直接講做什麼行程 利用CTT薄墨 State coverage的成績 然後用乾時刻 直接往下時刻 就會吃出simal-spacer simal-spacer做完之後呢 就可以再打n-class 那再用n-class位置就會 你gate的位置多了一個spacer的寬度 所以這spacer就是來隔絕 LODD跟n-class之間的空間 所以spacer下面就是LODD 那spacer下面就是n-class 但是 你只要一個高溫加熱 它還是會測向拖散 還是會測向拖散 所以呢 為了要保持電燈如我們預期 加熱退火的時間就要很短 所以呢 我們在加熱製程介紹過 從早期的乳管加熱製程 到後面的什麼呢 快速加熱製程 RTT 就會使用RTT 為了避免這裡的n-class 我好不容易做到把n-class離通道遠一點 如果你還可以用傳統的乳管加熱 長時間加熱 它會擴散過來了 那你自己的n-就快搭了 又被n-class整個蓋過來了 所以呢 快速加熱製程 很重要 所以 因為 研究離子固執的部門 負責離子固執的部門 它會連那個RTT 綁在一起 因為 因為這部門控制的就是DOTEN Profit 整個DOTEN的Profit 都要控制 對原件特性而言 我只有一個終極的Profit給你 可是要怎麼達到那個最後的Profit 你們自己去開發 看你要搭配怎樣的離子固執的濃度跟深度 搭配怎樣的加熱時間跟溫度 我最後是要求我的最後電熱性要搭到無藥 那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離子固執跟退火 這兩個步驟的整合 或者這兩個步驟 它要怎麼搭配 那這一個步驟呢 基本上屬於Diffusion這個部門在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未來你要負責Diffusion的話 你要嘛就負責GAS 要嘛就負責 什麼 講學音程 自己看著辦 各樣的遭密更搭 好 所以看到所有的製程步驟 都為了電熱性的要求所做的 所以整個GAS STEP Loop 在Isolation Loop結束後 記得就知道GAS STEP Loop 就開始需要長氧化成 清洗完之後長氧化成 長氧化成之後呢 沉積多精洗 多精沉積完之後開黃光 用雜機光照第一處雜機的位置 10顆多精細用的是綠喔 用的是綠 Dry H 然後呢光組去除之後呢 接著多精細退我這裡現在還沒有用 現在還沒有多精細退我 等鋁子不止打完再進去退我就可以了 所以雜機形成之後呢 接著打LED的imprint 那這時候雜機旁邊馬上就是淡的N- LED打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開始製造spacer spacer怎麼做 沉積一層CET不破 他用的是Nitron 沉積Nitron 沉積Nitron 接著呢回10顆 用乾式10顆 直接回10顆 把平坦表面的那個10顆掉 那側面就自然出現了側面層 那側面層出現之後呢 接著開始打 Soul-Drain的N-Plus Syncron 打粒子褲子 那這些被遮住的地方都沒有打到 那這邊以外的地方都會打到N-Plus N-Plus打完之後呢 接著再做個熱會火 熱會火 這時候你會發現到 在打N-Plus的同時 不只是Soul-Drain被掺雜的 連Gate也會被掺雜的 所以這時候Gate的掺雜的開口 會跟你Soul-Drain的掺雜開口一樣 所以對N-Plus Syncron 它的Soul-Drain是N 它的Gate也是N 它的Gate也是N 因為在離子負值的過程中 Gate也會被打到離子負值 那這地方呢 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這個Cycle-Spacer 你可以選用Nitra 你可以選用R3 選用Nitra會有一個很大的曲綿 在電競上 就是各位在聽電子學的時候 非常害怕的頻率響應章節 頻率響應章節告訴我們什麼呢 Postplay會造成高頻響應的 就是所謂的CGS CGD 而CGS跟CGD 就是Gate-Souls跟Gate-Drain的電容 而這個電容 不只是來自於Overlay的部分 甚至還有這個Fringe電廠 因為你Gate跟Souls之間的電壓 側邊的地方就會變少 也會有電力線 這裡會有一個等效電容 我們稱之為Fringy 邊際電廠效應 而你這裡使用就是Nitra Nitra的Permitivity比較高 它的界電器數比較高 高達7.5左右 所以這裡的等效電容會變大 如果你使用R3 電容比較低 使用Nitra 這裡的電容會變大 那你的CGD就會變大 你二效應下來 一加GD馬好乘上去 你的高頻效應就會變長 所以即使是用Nitra 通常會很棒 通常會很棒 但是CGD會變大 所以通常這個地方呢 如果CGD變大的話 你要小心的是頻率效應 不過 大家既然是繼續選擇 那就是設計上的問題 當我們平時而來 我們從此不用再拐成頻率效應 不懂就不懂 但是告訴你 為什麼會學電子學 就要知道 我們研究的東西 將來是用在電路上 電路上的考量是什麼 然後原件什麼東西 會跟它搶相關 我們要知道 我們客戶care的是什麼 好 所以 剛剛做完整個前段 MOSPACE之後呢 告訴各位 客戶隊就提到 隨修MOSPACE要調整 我們在下旬期的 固態建築元件2的時候 會講到MOS 和MOSPACE的VT 而VT 影響VT的因素有什麼 影響VT的因素 GAC的無謀方圈 如果你是HOLDING GAC的話 那就沒有這考量了 因為它是固定的 再來是什麼呢 GAC的後路 大概一個更重要的就是什麼呢 通道半導體的參差程度 而在半導體製程車 要來控制隨修MOSPACE 要用的就是離子固執 要用離子固執 用什麼 因能量的電流 在細晶圓表面 在通道的地方呢 打離子固執 打離子固執 如果不打這個離子固執 我們一般做出來的 隨修MOSPACE會偏大 會偏大 也就是MOSPACE的 隨修MOSPACE會很正 PMOSPACE的VT 會很酷 這是一般的結果 如果你做完位 直接做MOSPACE的話 你的隨修MOSPACE 就會比你一起 或者是在電競上使用 客戶所需要的VT 還要來打 所以我們要打離子固執 要把VT變小 那對MOSPACE而言 要讓VT變小 那你就不需要打N-Type 在圈頭上面 打N-Type的參差程度 在MOSPACE的表面的話 它的VT會下降 那同樣的道理 對於T-MOSPACE而言 你要讓T-MOSPACE的VT 變得比較沒那麼富 你就讓通道原面的人 給它打一些P型元素進去 你就可以降VT 隨修MOSPACE的固定 就是需要這麼多電壓 才可以形成通道 所以你要讓隨修MOSPACE下降 你就是怎樣呢 你就是要先掺杂一些 跟你未來通道相同派合的東西進去嘛 你就是MOSPACE要形成電子 我VT大器 所以我電子很難形成 那我就讓你的表面掺杂多一點電子 那你需要的電壓 所以2MOSPACE的VT英文會打N PMOSPACE的VT英文會打P 所以一般而言 隨修MOSPACE的調整是在 Isolation結束之後 Isolation結束之後呢 原則上你的Wayle也做完了 IsolationWayle做完之後呢 在掌Gate-AFT-Gate之前 就要先完成VT英文 否則當你Gate-Stack上去之後 你的Gate都已經在那邊了 你還要打穿你的雜機到通道的話 那你整個Gate-Stack就爛掉了 因為你只不是打穿過去都會碰撞 碰撞過程中 就會把你的原子打爛掉 所以呢 一定是在Wayle行程 Gate-Stack之前 就要打VT英文 而且在打VT英文之前呢 都會先掌一層薄的新生樣化成 好 這時候又出現一個Gate-Cose-Down的地方了 所有的英文都要打一個氧化成 然後氧化成打完一步之後 你用剝掉 那我為什麼不 一開始撐他真的剝的氧化成 就衝不到我不要剝 等我所有的英文都打完之後再剝就好 那我終於就可以撐很多到氧化的步驟了 所以呢 實際上會不會有這麼多氧化步驟 不見得 要看每個公司的證證和路 想要省錢的公司呢 他就是在低的離子貝之前 長一個多氧化成 打完那個英文之後他不剝掉 他的所有英文全部打完之後 熱退火完再一併剝掉 那他就可以省掉很多次氧化成 但是在課本來講 為了要獨立了解的話 他每個帳就會告訴你 打英文之前記得要清洗喔 清洗完之後要長氧化成 長氧化成之後 開黃光之後才可以打進去的事 他後面又會告訴你剝掉 欸真的剝掉了 去光族退火完 就不要了 就去除他了 那這樣就來啦 我NMOSFARE的民體打完 我還要打DMOSFARE 那我們現在要打英文 為什麼是要再重長 重長氧化成 而且長氧化成不要忘記喔 長氧化成這個步驟 溫度也剛大 900度系 上當1000度系喔 所以在長氧化成的過程中 你的離子負責又會再一次的 熱退火擴散 所以設計到完整路合 跟設計一個完整的製程步驟 SERMO CYCLE要顧 熱退火要顧 很容易不小心你一個熱退火 你原本當初設計了DOTAN的位置 就會跑掉 DOTAN波反應就會跑掉 所以SERMO CYCLE很重要 SERMO CYCLE很重要 每一個SERMO CYCLE要做之前就要想 那現在原件已經有什麼了 如果已經有DOTAN在那裡了 你就要知道 你這一次再加一個SERMO CYCLE 都能一萬不要 而退火的高溫跟氧化都是高溫 整個半導理製造技術裡面呢 高溫就是高溫的熱退火跟熱氧化 這兩個溫度都很高 都高達1000度 都在1000度系左右 氧化是高溫啊 所以現在都盡量少去控高溫 接著離子負責呢 所以現在各位 離子負責的功能現在有幾個了 一開始最早有一個ISOLATION的IMPLANT 後來做會有要需要一個會有IMPLANT 現在告訴你調整電機器的隨修MOLT 也需要一個隨修MOLT的IMPLANT IMPLANT會越來越多 告訴各位 而且每一道IMPLANT就是加價 就是要加錢 那還有一個IMPLANT叫做 NTIME PUNCH輸入IMPLANT 其實這些IMPLANT都是為了變特性啊 但是我很擔心各位現在原件物理的水準很差 講的也不懂 我在想要不要講這個PUNCH輸入IMPLANT 所以沒有這個PUNCH輸入IMPLANT 沒有這個PUNCH輸入IMPLANT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裡是NPLANT 中間是PC半導體 這裡是NPLANT 所以一個MOLT SPAC 是兩個PN Junction 對吧 一個MOLT SPAC 會存在兩個PN Junction 就是Source Drain跟通道 這個好醜 讓大家看 我的地方掛了 現在就要有些人 看到了 對 有這種 有這個 最適合的 就是 真的很適合 就要點得來 因為 那個 就要有 這兒 也有 是 有 一般播出的電腦長這樣 N-minus 為了要降低這裡的電腦 N-minus 為了要降低什麼呢? 降低這裡的電腦 降低這裡的電腦 但是這裡是N-plus 所以控伐區而言呢 這裡的控伐區 minus 的地方它就會吸收部分的控伐區 plus 的地方呢它幾乎就沒有控伐區 它把控伐區全部給P-存蛋了 因為偏將會告訴我們什麼呢 控伐區有無數蛋的地方 主要承擔就是1-side junction 所以控伐區呢大概會長這樣 可是呢千萬不要忘了 source 的地方通常是接隔 而dram 的地方呢通常接隔 所以dram 的地方跟subtrain 的地方呢 會形成一個反向停壓 反向開就會讓控伐區變大 讓控伐區變大 讓控伐區變大 而當圓禁越來越小的時候呢 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呢 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呢 這兩邊dram的這個控伐區 source 的地方跟dram的控伐區呢 就很容易接觸到 當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 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 圓禁越做越小的時候 兩個一接觸到 圓禁應該是isolate的 一接觸到之後呢 栽子就可以圓禁越過 這就稱作為punch 輸禁 這就稱作為punch 輸禁 原本中間應該存在一個中性區在這裡 可是現在兩邊的 因為兩邊空道是越來越短 兩邊的控伐區很容易就踏出道 這就叫作punch 輸禁 所以為了讓兩邊的控伐區不要碰到 就故意打一個比較濃的p type在這裡 因為這裡的p type會比下面的pc還要濃一點 使得控伐區呢 可以被這一個比較濃的p給吸收掉 因為參加濃度偏濃 控伐區寬度可以變窄 但是它又不能夠整個濃 如果整個會有的濃度硬濃 你的bt又太大 隨修問題就會大幅上升 而且這裡的整個p 你會覺得為什麼把整個p變濃 整個p變濃所有的控伐區都會變窄 但是不要忘了 控伐區變窄的同時你的電場就變大 電場變大可靠度又有問題 所以通常只希望局部調整就好 會發生胖穴的地方局部變濃就好 會發生胖穴的地方局部變濃就好 其他地方不要變 因為中間不變 它只要讓較顯的切面的地方 局部濃就好 所以會額外達這個N-Type Punch 15的音痕 故意讓這裡的p的濃度 比未有的p的濃度還要濃一點 那讓這裡的控伐區跟這裡的控伐區寬度 變窄一點 那它比較不容易讓兩邊控伐區建立在一起 這稱之為Punch 15 所以不懂原間物理的人會看很多製程 其實很多都不曉得那個幹什麼 所有的半導力製程步驟都是為了電特性著想 所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其實也無所謂啦 你就做好了就好 但是你可能就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就是做好了 你就可能只是其他前輩到處 就是這樣就要是這樣 一半生做這樣 我這樣做就不行 我為什麼不知道 所以 遠接物理跟辦的製造技術 這是我們出開電子的兩把刷子 好 介紹完會 介紹完VT之後呢 接著課本描述了 描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45nm的時候 或是台灣的28nm的時候 出現一個很大的分析 就是炸機堆別結構 我們剛剛所講的炸機堆別結構 是長 是長熱的氧化層 炸機氧化層 是用熱氧化的方式 然後用波激性的來當炸機 可是呢 這個技術呢 一直在2000年的時候 Intel直接宣布 他在7年後 2017年 他認為 沒有辦法再圍縮下去了 他要換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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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 炸機 的這個氧化層呢 露面可能太大 MOSC的電容結構 絕溫層本身就是一個電容結構 而絕溫層的電容值等於什麼呢 阿載厚度分支界面長數 VLSI在發展的時候 不只是尺寸在變小 阿載的厚度也在變多 因為阿載的厚度變多 C阿載會變高 C阿載一提高 MOSFET的電流會上升 驅動電流變大 原件速度可以更快 這就是我們講 Performance會變好 效能會更好 但是 電容要變大 你如果靠的是阿載電包 會有問題是什麼呢 漏電流 漏電流 因為現在的絕溫層的厚度 已經小到只剩下 一個奈米左右 一個奈米是什麼感覺呢 一個奈米大概只有幾個原子層而已 只到了幾個原子層而已 所以這時候就會發生 很嚴重的量子穿碎效應 就會發生到很強的量子穿碎效應 使得他雖然是絕緣層 他的Band Game很大 但是因為厚度太薄 厚度太薄 就會導致 在恆蓋股當中 操作的時候呢 卡拉圈被電子 阿載的厚度太薄 直接量子穿碎 擋不住電流 也就是這個絕緣層 已經沒有絕緣的效果 所以怎麼辦呢 於是Intel 在2000年的時候 就提出說 遷徙的密度 他就提出說 這個 我們要換材料了 阿載不可以再保下去了 IPS在更早之前 就已經模擬出 這個漏電流是受不了的 所以他決定要換材料 換材料換什麼材料呢 我的阿載的厚度不能保 甚至要厚一點 可是我的電流 這個地方不保 甚至要厚厚 可是我的電流 用紙還是要上升 只剩下一個solution了 就是想辦法讓漸電常數 大幅提高 因為漸電常數提高 你的電容值就可以提高 不需要新生厚度 甚至厚度還可以厚一點 所以這種 高漸電常數的絕緣層 稱之為 Pi-K-DI-H 這K就是DI-H constant 所以要進入到 Pi-K-DI-H的時代 好 我們今天要休息一下 這部分又扯到 部分的原電位 我再考慮一下 我要講幾次的原電位 還是我們就自成 講自成 原電位也是另外一門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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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